歡迎大家再次來到我們的上流攻略 我們再次跟Albert聊聊天 Albert 你說你有幾間食肆 可否說是甚麼類型 中央的一間 剛才說過日本餐廳有三間 三間日本餐廳 兩間是做料理檔 一間做放題 飲食飲飲 有一間就做中菜 就做鮑魚魚翅 upcoming 還有一間做麻辣火鍋 如果現在計劃過去一兩年 其實你都很責任日本菜 前排大家知道日本發生甚麼事 又地震源又海嘯 然後輻射 全世界都說千萬不要碰日本菜 那段時間你怎麼度過呢 你這間餐廳有沒有大災難的時間 一定有下跌的 那時候 3月11日之後 我想4月熬到差不多 去到7月頭 放暑假才康復 那時候 生意下跌了多少成 那時候 我想跌了六成以上 六成以上 真的 真的 你天天坐著 不是很熟嗎 其實 反而不同 對我來說 那時候 更加給我的員工去學習的時期 這麼好事 沒有生意 學習的話 都挺正面思想 生意不好的時候 有沒有甚麼變招 變招 那時候 我反而給多了訓練給我的員工 下面的員工 跟他多些聊天 例如 英文的訓練 日文的學一些不同的語 或者學一些不同的 怎樣對待客人 很多不同的態度 我給多了 反而那段時間 提供多一些訓練給他們 因為反正他們用的時間回來 可能都是空閒的了 不如讓你學一下 即是沒有甚麼人進來吃東西 你直接找一個英文老師 或日文老師回來教他 講英文講講 那時候 我就會 給他們一些課程 我自己提供給他們 其實 你自己教為英文? 一點點 可以這樣說 日文呢? 日文我就一般 日文我就一般 我英文就OK 那找到老師回來教 日文我就給他們的餘名 認識一些餘名 認識他們的材料 即是漢語識字 是的 以前他們沒有時間去學的東西 就給他們多些時間去做 多一點心理輔導給他們 也都 都幾另類 我想到 譬如你地震 沒有東西 即是一路見到自己生意工作 你當然是叫所有的同事 去下面派一下立場先 拉人 這個也有 一定有 可能我比較壞 當然要叫同事回家 先沒有新嫁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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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某些人家的餐廳 可能會關門一段時間 等得好才再開 我的看法就是 趁下落的時間 不如增值員工的知識 這樣去做 反而他們會提起他們的士氣 可以 我就用這個技術去做 我知道你現在跟你的員工關係都可以 都很好 全是這樣 但你一個人在管理很大班人 我知道 因為你現在這麼多間餐廳開 開始了 其實你現在看的是多少位員工 現在大約有七十多八十位 開了火鍋那裏應該會接近一百人 因為整盤生意 我知道只有Albert你自己做 但你如何分身 可以看到這麼多間餐廳 時間就是自己創造出來的 真是 睡小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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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都要每天去見他們 去見他們 去見他們 可能就不會是 跟他們說公事的事 真是說公事以外的事 因為你還跟他們說公事的話 他們就會覺得很累 亦都不會想跟你說 你怎樣叫公事以外 實際的例子 即是跟他們說電視節目 問他家裡 有沒有跟女朋友吵架 就是這些事情 真是跟女朋友吵架 這陣子 心理輔導 是 你做社工多個次 是社工 他們都覺得我好像社工 怎樣呢 我感覺上好像我做三份職業 對著他們 怎樣三份呢 三份就是 我要做一個好像他們的父母 要看著他們 有時候會不會病痛感冒 有些甚麼事 我會買維蕩C 或者買藥給他們吃 要照顧他們的身子 第二樣就是做他們的 mentor 教他們一個人生的 怎樣正確行的道理 或者怎樣去做一些 因為我某一間的員工 用的員工真的十八至二十五歲 很多 這一批 很像青春氣息 在茶廳 是的 他們進入的社會經驗 始終都是低的 可能我自己 好像一個大哥哥 就會教他們 有少少人生的道理 正確一點 怎樣去行 怎樣去做一件事 很黎智 很溫馨 跟他們傳統想的 其實很大分別 對 跟傳統想的 周記茶餐廳老闆也不一樣 罵他自己 還會拿彈 是呀 還會洗大餅 沒有辦法 因為其實賺錢 都是要他們幫忙的 都是他們做的 我只可以灌輸一個正確思維給他們 因為他們怎樣對待我的客人 其實自己也感染不到 但是當初為什麼你會想到一個這樣的管理模式去看著一群同事 都是靠打靠撞自己去學回來 即是沒有特別 我突然間叮一聲 有一次我每次都罵了幾個員工 罵鬼走了他們 我也是回去自己摔到枕頭想想 可能我以前自己也試過打工 我以前做工都做了七八年 外面打工的話 都知道有試過做過員工 現在反過來站在一個老闆的立場 亦都看看怎樣可以做一個好一點的老闆 讓他們可以幫我賺到錢 其實都是 我想跟性格也有很大的關係 Albert一邊說話都這麼斯文 是很斯文的 大聲罵人肯定不會 日日都去呵護員工 但是這樣的模式去做 你覺得會成功 會不會被人 人線被人欺負 被人欺負 其實也不會 我發覺 是嗎 因為 看你什麼人 就吸納什麼人 我覺得 就是凝聚 對 凝聚力 我自己也相信過 會不會被人欺負 佛家 開始閃 對 我覺得 不好的那些 他們自己都會流失 反而留一些好的員工 很多 都跟了我 開業那麼久 跟我那麼久 都有的 跟我三四年 一直幫我盯著當 看著他 好像他們自己打自己工 是感染力的 我覺得 但是 現在是看著 一個人管理了那麼多 每天你要下去巡舖 是啊 是無間斷 我知道他好像告訴我 是試過一年 都完全沒有放假 可以嗎 兩年沒有放假 除了年初一之外 除了年初一之外 是兩年沒有放假 日日下去 沒有辦法做飲食 始終都是長時間 日後回辦公室 晚上就巡舖 但是你改善了 你不是說改善了 應該是改變了你的策略 可能要做些中菜 但是你和你日本餐廳面對的 會不會有大分別 面對的東西 會沒有那麼側重在一邊 好像上次311的效應 這樣 這樣 一殺下來 真的會跌六成的生意 真的 那些員工可能會沒有士氣 會不開心 或者怎樣 但是如果 我分散一些投資 其實都好像賣股票 那樣 不要放在一邊的股票 那樣 可能會有些相反的效應 我希望 從另一角度去看 現在 很多年輕的80後 甚至90後 都經常說想創業 那你自己怎麼看這件事 如果他們真的想創業 我想做間食肆 無論開日本壽司店 都很多人的夢想或者想法 你自己覺得應該怎麼走呢 我會給他們的建議 就是 做好現在自己的工作 為甚麼呢 其實我最喜歡就是被人罵 很奇怪 是嗎 喜歡被人罵 最喜歡被人罵 為甚麼呢 因為如果你罵你 他才是為你好 你才學到東西 有些員工 我覺得沒甚麼希望 那些我罵 都免得罵 他們自己留實 就是等他自己 或者叫他入房 炒他把握 是 如果被人罵 他始終都是想教你 有個訊息 在帶給你 所以我 即是出來創業之前 就要被人罵夠 才可以創業 是嗎 未懂打之前 要被人學會打 即是被人打過 你才會出拳打人 是的 但譬如這麼多委員工 有沒有令你很生氣 真的想罵 你現在這麼斯文 我真是難以想像 你是怎樣罵 這位員工 或者在創業的時候 已經 有沒有 你會怎樣對待他呢 都有試過的 都有試過的 但他做了些甚麼 可能回到公司 做一些非法的事 是的 這樣也有 即是即時 如果你說這些 即是即時叫他走 即時叫他走 即時影響 是的 但你何時發現了 過程是怎樣 過程其實是 覺得有些異常行為 很飄妙 是否有說人名 可以直接說 始終做餐館人流複雜 回到公司吃軟性毒品 即是回來拍軟 直接說 這些都可以外出 沒有的 那些就即時走 真的罵 現在離譜到這樣 早兩年的事 有的 始終現在社會趨勢 都是 年輕人始終貪玩 都是貪玩 但都幾複雜 沒有想過 如果說回頭 其實Albert 你給別人的提示 我可不可以代理說 第一 你想創業之前 請你先打好自己的工作 打好自己的工作 做好自己的基礎 對 到甚麼階段 你覺得可以 才有資格出來想創業 到甚麼階段 最重要的 儲了一筆資金 這是必須的 這是必須的 第二 就是 拿多一點人生經驗 因為如果不是 你出來 都是 做生意的一個擂台 你站不住 後面的人會追上來 也會被人打下 所以 我自己的想法 不知道是否認同 我的看法 就是 麻煩你先打工成功 如果你打工 都搞到一幕足 那些人都不喜歡你 你這樣出來做生意 你多多都不夠死 會不會有這樣的思想 和意味 你剛才說的 是的 一樣 拿人生經驗 其實相對來說 打工的壓力 已經比較小一點 如果你連那樣都搞不定 你又說 因為我打工這麼不開心 就走出來創業 我想你多多都沒有死人 第二 我剛才覺得 Albert說的 都頗有趣 你先儲錢 你會不會又怕給那些八十 當然知道 你這麼糟糕 你有錢當然可以 我就是沒有錢 你怎麼看 怎麼看 每個錢都是我只儲回來 所以 如果你自己打工的時候 都儲不到有錢的話 出來去做一盤生意 你管理一盤生意的時候 還會更加困難 是的 其實我想就是 都是那樣 你打工儲錢都儲不到 那就證明你在社會的 那個經濟價值 那個力量都不是 都未到過那個級數 還有你做生意 你還要一分一毫要省住 否則很容易就要全都要做 所以你打工的時候 都一個 其實是挺好的平台 讓你訓練好這件事 如果你打工 可以真的儲到錢 在用別人的錢的時候 是 用別人的錢 你可以儲到錢的 其實就是一個初步的 告訴別人 我有這樣的能力 到你出來做老闆的時候 別人在用你的錢 你自己要盤算的時候 才是真正去跳高個階層 去面對困難 但事實上有去 我自己認識很多80後的朋友 他們都是一味靠衝 為何一味靠衝 不知道 他們的做法就是 我先做了 我覺得某程度上 他這樣想是正面的 但他是完全莽固了 究竟他有沒有一個根基基金 至初一段時間 Ian有沒有說過這些 我喜歡聽聽實際故事例子 有朋友說 在西華人開的格仔餅 首先他們想盤生意的概念 很搞笑 他覺得好吃 他永遠都說 覺得好吃 但他沒有想過市場 究竟是否在那裏是對的 他說旁邊很多學生 一定是對的 我買20元低 不知賺多少錢 想好了 然後他租店 兩個月不夠就收拾 根本旁邊那些 那些年輕人是不會吃他這些 20元低也不貴 首先 他連市場的研究都不做得好 他已經訂了錢出來 我先做了 不做當然不知道 然後做一做 就開始劈價 即是多少錢低 送一底 開始做 一開始這些東西的時候 通常都是憑死的階段 我看到我就覺得 多多都不夠輸 多多不夠輸 那你已經虧了成本 即是 你一路虧下去的時候 他是想著自己那些 食物的質素 可以挽留個顧客 但永遠都事與願為 旁邊的阿公阿婆 你知道西環那裏 是比較年長的人士 一開到桌子 兩三個月就要接 根本就頂不住 租也頂不住 收回來 真的收大餅 你就歧視做這樣的生意 即我認識不少的朋友 他們是沒有計算清楚 那個市場的需要 而覺得是自己的需要 用自己的需要套落別人 港大普羅大眾的時候 一出便死 這件事是我見到的很多朋友 創業的經驗 那回到Albert那裏 你剛才說 都會開麻辣火鍋 是嗎 為何會開麻辣火鍋 你自己喜歡吃麻辣火鍋 還是去台灣多 四川麻辣火鍋 四川 不是台式麻辣火鍋 為何我覺得 香港現在仍未有一個人 做得比較出色 或者有知名度 都仍未有太多 可能這個市場 是有得發展的 我覺得空間 但是當中那個技巧 你無緣無緣無故 怎樣做一些好吃 吸引到別人的麻辣火 是不是有什麼秘方 還是你剛去四川旅行 認識了一個好景的 四川姑娘 四川姑娘 或者四川的大廚 然後有優才計劃 請了他下來 正統四川風味 這個其實都是自己試菜 因為自己喜歡吃 慢慢去試一下 試一下 試一下 不同地方 不同地方去試 那你試完菜 你如何確保 你到時做到那些出來 你叫了師傅回來 師傅其實班底 有在 有在 自己一直在儲 人際網絡 去那裡交回來 即是撞一下撞到 去那些什麼喝飲碼 又撞到那些超級名廚 然後就滑到過檔 可以這樣說 滑檔過來 是嗎 可以這樣說 滑檔過來 然後再自己加一些 自己的新元素下去 其實都 真的來來開開都不是 那些什麼新鮮的東西 全部都 即是中國那麼久以來 都已經 流傳了那麼多的東西 是可能自己自己 自己加新的元素下去 反而這樣才可能會 有個堅明給別人說 也都殺到一條血腦出來 但 即是早前 我都跟那個餐飲聯的朋友都談過 其實當中有很多老闆 現在都是比較悲觀 簡直可以說很悲觀的形容 即是有位老闆娘跟我說 現在真的 那些人 不是給不起錢吃東西 是好像沒有心機去吃東西 為什麼會這樣燒股票 不知道 大維經濟影響下 是一些中產的人 特別是中產 他說 叫做有錢階層的人 他說他不是太大影響 但你沒有理由叫他餐餐下來 即是他那間餐廳比較做中產 就沒有理由餐餐下來吃 但是他打中間中產路線的人 就很慘淡 他就說 吃些東西他們不是沒有錢吃的 但是呢 就沒有心機吃 沒有心機吃 他說是觀察到那些客人 是沒有心機吃飯 是的 然後他就說 究竟我們餐飲業何去何從 這樣問了我一個問題 究竟你怎樣看 即是現在這個經濟環境 你又要開一間新店 你要冒換風險 都很大的 我覺得食物始終都不會死的 始終一定有人出街吃 但你怎樣可以令到你間店 是突圍而出 就是要花一點心思 反而是這樣 例如什麼心思 這些心思 透露一點點 怎樣做淡屎其叭 一部份都像唱淡 怎樣做淡屎其叭 怎樣做淡屎其叭 還有你的麻辣火 超級辣的人 全香港最辣 好像真的有四川姑娘 用來服侍客人 其實麻辣火那部分 反而我仍然在搞 我現在才在做淡屎 所以怎樣殺全血路 日本菜 是否要找一些日本師傅 在你面前做 或者繼續做多些活魚 原來找人看見他 泵泵條魚這樣跳 來吸引客人 成功知道他在哪裏 做日本菜 去拿一些新的食材 不同的食材 例如有什麼 可不可以介紹 有什麼新食材 我們可以試一下 除了草寵 吃拖羅 吃海膽之外 有什麼新食材 有什麼新的兼脈 接下來要透露出來 那些 不可以 那些花茶那些火鍋 花茶 花茶 這是日式的還是不是 日式的 日式的 即是想一個兼脈 即是錄下錄下 之後吃完這東西 放進口裡 就滿口有花香 滿口花香 對 現在正在做那個 和你處夾 但真的沒辦法 定期 我一直做飲食 這麼多年 其實真的 有很多餐館 都要想一些很兼脈 反而是吸引了媒體去採訪 吸引了媒體去採訪 對 吸引了媒體 他覺得有一個特別的角度 你又可以寫一下花茶 那些材料 究竟怎樣對身體好 即有些細胞 這樣走出來 然後其實 實話實說 你去到你客 我都未必會直接去試那個火鍋 我都是永遠吃最傳統的 通常都是 即我不知道 究竟那個技術 和好吃程度 是否可以掛勾 因為其實我做過很多 技術程度 和真的好吃程度 是不能夠掛 不要緊 是否吸引到他來店鋪 對 來店鋪先 最主要 最重要是有話題 食物題 最重要是有話題 但現在其實 一直做火鍋 但你沙布沙布 都是日本餐廳主打的 不是 是我的餐牌裏 可以說是幾度的菜 幾度的菜式 其實包均勻 你一樣東西 都要有些不同的 新口味 才可以吸引到人 但你一路都存在 應該是很多熟客 去支持你 才能開到這麼多間店鋪 那些真的 每天一個一個都存在 我想問你 你覺得熟客 為何會成為熟客 會不會是 我想不外乎幾個原因 要不就是 你的食物長期抵食 加大件 要不就是你的位置 很好 很方便 總之走路街 超級旺舖 再不是會不會有 另外一樣 就是你每天去巡舖的時候 每天都拿著一杯清酒 和你聊天 除了和你的員工做心理輔導 又和你的客人做心理輔導 所以他不見過 和你聊天就不開心 我覺得做生意 一個人就不可以做得完 我也是管教我下面的員工 我亦都很少會下去 拿著酒杯底和我的客人聊天 因為我只可以這樣下去 一個人做的事 真是一個人 鋪到一班的客人 亦都不可以做到任何事 那你的員工又如何鋪著他 是他拿著酒杯底和他 還是每次見到Ian 就說今次我送甜品給你 哄一下他 他們亦都會做某一個 幫我鋪著客人 亦都其實食物 我覺得最主要 就是直接吃到口 你真的不要騙客人 始終你要給予這麼多的材料 給別人 即是負真假實 質素 即是進入新鮮的貨 對 食物也質素 因為食物吃完一次 不行的話 下次不會回來 我覺得去食肆很現實 吃完一次 不行 你第二次沒有期望 我會回來光顧你 但日本菜真的很看服務 是嗎 我覺得很看服務 特別日本菜中菜我反而不 我覺得日本菜真的 因為日本菜的烹調通常沒有那麼濃烈 或者食薩薩米 那些什麼刀漿 那些還是其他 那件事本身是否真的很新鮮 本身是很鮮的味 取得最大的取緣 我叫做無法遮瑕 英文叫做無法遮瑕 你麻辣 你很辣 甚麼都可以 蓋過了一些味 但跟很多日本餐廳的朋友相處過 其實我覺得他們大部分成功的餐廳 其實是他們的服務 真的做得很好 是嗎 當然先決那件事一定要新鮮 這個是必須 但其實有很多成功的日本餐廳 其實那些裡面的經理 可能已經記得了很多 即是去一次已經記得你吃什麼 是嗎 很誇張 我見識過是很誇張的 你去過一次記得你貴姓 什麼名字 你要喝過什麼酒 或者是你最喜歡吃哪一樣東西 或者是哪一個步驟 即一見到就羅山自然 整個經驗 進去 食物是好像你未進去吃飯的時候 你已經是計劃去這間餐廳吃 已經是由那經驗開始 到你埋單出去 整個經驗完在 回到家你還想著那道菜 或者你還想著這間餐廳 你以後下一次想拿回這樣的回憶出來 你便會帶回原來去到那裡回來 今天很感謝Albert跟我們聊天 大家記住做餐廳有幾件事 第一Albert強調是整個經驗 從進去坐下吃東西跟你聊天 都是一個經驗 第二就是Albert剛才所說的 原來他怎樣照顧他的兄弟 那班員工 要做心理輔導 對 又要做心理輔導 又要做大哥 又要做大哥 即是不碰 即是拍攝的那些 即時跟他決裂 原來都真的 即是 即是 不是大家傻奸奸 想著好像Ian那樣 說 我會衝勁 我什麼都試一下 就可以開始 Ian 我們這次時間都差不多了 是吧 多謝Albert 多謝Albert 下次再跟大家見面 好 拜拜